大家关心的就是在这当中啊 陈云林来台的这个部分 在今天可以说呢 是已经完成了会前会的这个部分 时间确定就是11月3号来到台湾 那么会期也是5天 不过大家就讲到说 那么现在呢 在1025的游行之后 那么饭律方面会有什么样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就在征入拳 因为我们知道呢 陈云林这次要入住在原山饭店 那么民进党呢 说要来在现场来呛响 从这张图当中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11月1号跟11月2号 凯道的路权 是民进党有申举到 但是在11月3号之后就没有 所以现在他们必须要来厘清的是说 这个路权要怎么样争夺 还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包括了台北火车站 也包括了原山饭店前面 比较接近的中山足球场 陈云林预计下榻在原山饭店 略想要展开对他呛响的行动 但是国民党早就早一步 把前方上坡路段的路权 和后方往建坛路的路权 全部都拿下来 根据台北市政府新工处表示 民族东路到中山北路 原山上坡路段 一直到后山的建坛路 国民党已经从11月3号到15号 包下13天的路权 而且市警局也证实 申请的集会游行核准通过 除此之外 国民党也把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 拿到手 从陈云林到访的3号开始连续7天 绿营措手不及 直接到1号2号两天 中山路权都被国民党 抢先一步拿下来了 该怎么办呢 绿营还是得想想 我们其他比较好的地点 像是原山饭店站前方的 这个原山公园 地点相当占了优势 但是似乎也办了一步 因为国民党 把原山公园旁边的 中山北路路权拿走 警方为了防止冲突 让绿营在原山公园 办集会游行的几率相对很低 退而求其次 比较近的中山足球场 得看当天有没有别的活动 足球场愿不愿意出借场地 因此民进党 目前比较倾向 在台北火车站 陈云林行经的路段呛下 而靠近凯道的 228纪念公园 以及民主纪念馆的 自由广场 都在考虑之列 不过要呛下 也得让陈云林听到 有绿营人士私下透露 纵使国民党 掌握执政优势 抢下路权 也不可能封路 打算用打游击战的方式 以散步为优 进入原山 向陈云林呛下 或者是用如影随形的战术 跟着陈云林 走到哪里 就呛到哪里 要让陈云林 听听台湾不同的声音 中天新闻 阿公雅麦 李小玲 Happy報導